如果你有一颗去户外撒野的心,选择一台可以带你自由在山川驰骋的硬派SUV显得极为重要,在越野SUV这一细分领域的中国品牌并不多。 今天我们就来对比一下上汽大通MAXUS D90 PRO和HAFU H9两款硬派SUV,看看谁才是中国硬派越野SUV标杆。 两车均定位中大型SUV,有着非常出众的空间尺寸优势。 对比D90 PRO,HAFU H9的尺寸数据后,可以发现D90 PRO在轴距方面要优出不少。 在中大型SUV的世界里,无论是欧美系还是日韩系,我们依旧能找到柴油发动机的身影。 之所以到了2021年还有车企愿意使用柴油机,就是因为柴油发动机有不少汽油发动机取代不了的优势。 尽管HAFU是专供SUV的车企,但遗憾的是,在最新一代,HAFU H9的车系布局中,我们并没有找到柴油发动机的身影。 D90 PRO搭载的上汽派2.0T,双增压,柴油发动机,最大扭矩可达500牛米,相比H9385牛米的峰值扭矩,可以说是碾压的量级。 同时得益于上汽派强大的扭矩输出,D90 PRO的最大攀爬角度达到了45度。 超过了丰田也以为傲的硬派SUV,兰德库鲁泽的42度。 除此之外,D90 PRO还配备了群地形智能4G系统,标配牙切式后差速锁。 相比H9的一段差速锁,牙切式差速锁可实现预锁,随用随锁,提升了极端路况的托托能力。 此外,2021款D90 PRO配备了540度环式透明底盘,让D90 PRO比H9有更好的越野性能。 在横向对比两款车的功能配置时,不难发现,两款车总体上并无过多的差别。 但在一些关系到用户整车体验感的关键位置,D90 PRO同样比H4G9更具优势。 D90 PRO不仅搭载了疲劳驾驶预警,同时后备箱支持电动开启、感应开启以及位置记忆。 而这样的配置在H4G9的顶配车型中依旧没有。 不可否认,越野这一细分领域里,D90 PRO更能满足消费者在空间、动力与体验感等方面的诉求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